正值三月文旦幼树开花期 不过今年不少农民发现说 文旦幼树除了幼花盛开也有卓果的现象 农民忧心可能会影响到产量和品质 对此农改厂表示说 在气候之外文旦幼树强弱势 及新值老藏的分别等因素影响 这不是整体现象的还算是正常的范围 开花结果 开完了花就会结出果实 不过正值文旦幼树开花的时期 却有不少农民发现 也伴随着部分着果的现象 忧心可能影响今年产量于品质 面对农民的疑虑 花年农该厂对此指出 今年文旦幼开花情况除了气候影响之外 其实也包括了新值老藏树的差别 或者树式的强弱就会有所不同 但是农该厂研究员刘启祥则表示 又花开又灼果的问题并非整体现象 这个其实就整体来讲的话 今年的开花的情形跟往年的差异的情况并不多 那可是就个别的果源来讲 有的果源确实有比较提早的情形 那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有好几个原因 并不是一个单一原因造成的 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现象 所以跟个别的植树的生育室 跟你的气候条件是都有关联的 三月正值文旦幼树的开花季节 刘启祥近一步表示 受到暖冬影响 其实从二月底就有部分文旦幼树开始绽放 随着三月份天气逐渐暖和 瑞瑟乡文旦幼开花情况整体而言都还算正常 也呼吁农民注意花季期间的病虫害防治 提升着果的几率 记者是宇兰瑞瑟采访报道